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清廷战败 次年4月 李鸿章作为大清国的老牌签约人 奔赴日本谈判 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 并赔偿白银二亿两 倒霉的老李 在谈判过程还遭到了枪击 子弹擦过左脸 回国后 慈禧体恤他的不容易 赏了一个黑锅 将他隔职茶半 并送回快乐老家一养天年 贤富在家的老李 开始在贤良寺修身养性 白天通读大量书籍 练习书法 还要抽时间锻炼身体 待到夜深人静独自相处时 李鸿章却心有不甘 自己耗费巨资和人力培养的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苦苦奔走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彻底破产 再加上外界卖国贼的骂喊声 捂着自己受伤的左眼 国恨家仇一时百般交集 心酸滋味反复涌上心头 他为朝廷鞠躬尽瘁 到头来却成为政治牺牲品 此时古戏之年的李鸿章 却仍然不服老 时刻做好付出准备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对朝廷的重要性 果然没过多久 朝廷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 代表大清前往俄国 出席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顺便访问一下欧美各国 彰显大清礼仪 1896年4月李鸿章带上一行人前往欧美 在海上晕乎乎飘了一个月后抵达圣彼得堡 便打起精神开始营业 李鸿章在俄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签订中俄密约后又坐火车去了德国 以退休的比斯麦盛装配件前来迎接 双方互相身居义工 开始了商业上的互吹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安排下 大清使团前往埃森煤喷射击场参观德军操练 李鸿章亲眼见证了德国枪管大炮的威力 甚至为清军囤了一批货 而最令他震惊的是德国超前的医学技术 当通过X光看到自己左拳骨上残留的淡海时 老李按捺不住连续点赞 这也让李鸿章成为第一个使用X光的中国人 在大清使团抵达巴黎时 正值法国国庆 自然不会错过盛大的阅兵仪式 原本巴黎人都在期待这群大清土貌 会被隆重的盛况所震撼 以至于露出默瞪口呆的表情包 没想到李鸿章一行人的表情却平淡如水 毕竟论排场 大清的宫廷仪仗队可要热闹得多 老李甚至在喧闹的鼓声中打起了瞌睡 直到仪仗队步兵经过时才把他吵醒 难怪当时的法国媒体报道 李鸿章始终带着三分绩效 三分博良 四分漫不经心 1889年迅宫的埃菲尔铁塔 自然是法国人的脸面 而之前一直流传李鸿章拒绝登顶埃菲尔铁塔 事实上 据高龙人报记载 李鸿章不仅上塔参观了机房 还坐了升降梯到95米高的餐厅参加午宴 或许是恐高症复发 或许是被这巨型建筑和诡异的空中餐厅所震撼 老李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用餐食未动筷子 在法兰西感受完20天的民主之旅后 李鸿章又匆匆奔赴英国 因为此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等着他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大清就对英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 想要提高关税就必须经过英国同意 再加上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 如再不好点羊毛补贴 国家财政将面临入不敷出的禁地 因此此行李鸿章还有一项关键政绩指标 那就是将原本对英国5%的关税提高到10% 在访问德俄两国期间 加关税提议都是轻松通过 所以李鸿章此时信心满满 但没想到英国首相毫不留情面 直接拒绝 别看这些英国绅士接待使团用最高的规格礼仪 但谈起正经国家利益可丝毫不含糊 会议结束后 一行人来到普斯茅斯港口 李鸿章看着雄资英发的英国皇家海军 排列井然的军舰雄伟肃穆 让他心里黯然 自己竭尽心血培养的北洋水师 那引以为傲的东方舰队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一个多月的欧洲之行 让老李亲眼见识到 这些西方国家拥有远比大清更先进的科技 更发达的工业和更强的军备 所谓的诗仪长计之仪 只不过是邯郸学部 东诗孝品 他心里越看越麻木 李鸿章的这次长途旅行 耗费半年时间 长期的海上漂泊和水土不服 以及高频的外交活动 让他身心疲惫 眼看圣路14号邮轮 缓缓驶入美国纽约港口 岸上的人影清晰可见 李鸿章打起精神 随着19名礼炮陆续响起 李鸿章坐在轮椅上 被缓缓抬下船 岸边欢呼声不断 早已围满码头的纽约公民 都对这个神秘的东方老头感到好奇 在接待方面 美国拿出了最高诚意 高官云集 热情作陪 从港口到酒店 李炮 军队全程护送 李鸿章所到之处 一派锣鼓喧天 颠炮齐名 美国政府安排李鸿章 住在纽约最豪华的华尔道夫酒店 面对高楼灵力 灯火璀璨的美国 李鸿章内心早已百感交集 在之后的记者采访中 李鸿章承认自己 被美国的高楼大厦所吸引 每一件事物都让他欣喜 此时的牢里不仅被深深震撼 还感到心酸无力 甚至有点绝望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 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 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 也就是说 直至李鸿章访美前 美国的生产力水平 已经超越欧洲老牌强国 取得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工业成就 在钢铁、煤炭生产和石油开采等方面 全面超过英国 多项工业产量达到世界第一 在发明专利方面 打字机、留声机、放映机 都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 爱迪生和他的团队 创建了第一个工业研究实验室 发明了高效白痴灯泡 减薪蓄池 至19世纪末 美国已有80万部电话运行 而此时 电话在大清国还只是贵族的稀有玩物 另一个改变美国人生活方式的 便是交通工具 随着油轨电车的推广 许多白人选择搬到郊区居住 再乘坐油轨电车到城里工作和购物 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回国后的李鸿章 看到的是一滩死水的大清国 战败的屈辱并没有敲醒身居高位的权贵 一番恐慌争吵后 朝堂恢复平静 娇奢依一风气悄然升起 麻木的统治者沉浸在富裕强大的天朝美梦中 去欧美兜了一圈 李鸿章不仅见识到西方的先进科技 也切实体验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眼界越是开阔 越是深知中国与西方蛮夷之间的差距 失以长计之一 到头来只留下一大堆华而不时的舶来品 自行车 西洋镜 电话 相机等稀罕物 被奉为时尚先锋 可这一切与普通人无关 别说提升认知水平 连温饱都成了大问题 李鸿章承认自己确实是个表胡将 在他背后还有一大群连表胡都不会的雍将 全社会都在期待大清觉醒 学习西方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 从而迎接新生活 邻间各股势力暗流涌动 先有百日维新 再有庚子权乱 还有准备弃一从政 韬光养晦的孙艺先 最后八国联军扛着洋枪洋套 进贩子进城 扯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毫无意外 李鸿章又走上了签约台 不把李老头最后一滴架纸榨干 慈禧绝不作罢 自己则带着光绪逃去西安 李鸿章内心带有卑异 深知自己大现已至 颤颤巍巍在条约上签字 回到家后 李鸿章吐了几口血 躺在病榻上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